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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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第一個我覺得有熱情想要做的第一個 beat 是因為看到sampling的一些 YouTube影片 主要其實是有一個 系列叫做rhythm roulette 是Messapil做的 有很多producer被邀請 那他就是把他們帶去唱片行 然後蒙著眼睛跳三張唱片 然後用那張唱片再做出來一個 完整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就想要試著 自己也這樣子玩玩看 那個rhythm roulette系列的話 我最喜歡的是9th wonder 他那集裡面 他就說他挑到一張country record 但他最後說 他把country turn into some soul 怎麼樣用你的耳朵去找到一首歌裡面 有意思的片段 然後把它重新排列組合 有一個自己的風格 而且他並沒有很多花俏的技巧 他其實很簡單直接 但是他可以用 很簡單的幾個素材 就做出一個讓人有感覺的東西 就是這其實是 我到現在都一直還在 努力的方向 因為我自己做東西常常會 我可能做這個覺得 可能還不夠 他可能少了一點東西 那我直覺的想法是想要加東西進去 但其實有時候可能把東西拿出來 反而是比較好的做法 說實在做到現在還沒辦法 給出一個我完整的 或是說我平常習慣的workflow 怎麼樣 反正應該大家都是一樣吧 就是你聽什麼 你就會想要 做做看那個聲音 一開始我可能是 比較 sample based 就是 基本上就是每天想要做beat的時候 就上youtube去看 去挖一些 覺得很有趣的音樂 然後 我自己現在做beat 會想要 往一個方向是讓他有靈性 就是他 他不能是一個 絲絆的東西 他 得要很有機 就是 隨時都能 都讓人有一點點 驚喜 跟不確定感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因為他 他一個限制 或是 特點就是他沒有人的聲音 他是要靠 所有樂器的相互配合來 營造出他想要給的氣氛 所以說 你運用每個樂器的方式 跟互動的方式 都很重要 這樣 可能我想做的就是 很難被定義的那種 我是Flow Strong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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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告訴你 我 剛好 給你 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